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晚上這一波水氣帶在通過的過程當中 高山的部分有機會下雪 平地的部分降雨的狀況主要在嘉義以北 會容易有雨 台南的話是臨近的短暫雨 到了高雄屏東相對的雲層發展量是偏少的 所以整個水氣的發展 在今晚到明天的白天之前的時候 都有些局部陣雨的狀況 接著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西伯利亞的冷高壓 正在高尾度逐漸的往南的方向移動 冷空氣的強度正持續的增強當中 今天晚上我們台灣上空 就會開始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而在明天晚上水氣離開了 乾燥的冷空氣開始進來了 溫度狀況會變得更低喔 所以除夕的晚上北部地區 只剩下11度的低溫 那這樣的冷冷到大年初一到初二 到初三的時候 隨著整個分裂高壓下來之後 冷空氣還是強可是強度開始減弱 所以初三 初四的時候低溫在12度 但到了初四白天 整個高壓冬移溫度狀況來說 冷空氣釋放完畢 溫度就在初四白天開始逐漸的上升 到了初五呢 就日夜溫差大 白天回到舒適的天氣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溫度冷嗖嗖 明天有沒有看到 白天高溫根本上不去喔 北部地區有雨 中部地區零星的短暫雨 山區有誤 高山部分有局部結冰喔 山區活動要小心 而到了南部地區呢 今晚也只有14到15 明天白天也只有在20度上下 東半部地區主要在宜蘭以北到 東北角地區有雨 花蓮以南只有零星的降雨 那外島地區的天氣形態來說 晚上的馬祖金門只有7到9度 澎湖也只有13度 要提醒大家夜晚的天氣偏冷喔 雨區行車方面來說 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我是戴麗剛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